人类无法征服自然 但可以躲避灾害 安全教育非常关键 如何将笔记更好的记录下来 把更好的熟悉体验带给每个人 为了保护自然 保护鸟类 作为开发者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刚起一阶段的年纪 只有四个人进程 没有产品经历 没有清晰的步骤 关于保护鸟类的游戏APP 发现实践过程 其实并不这么轻松 将VR技术 使用到3D灾害教育 开发生了瓶颈 怎么转制VR版本 等等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 一个小小的细节构思 绞尽脑汁彻夜失眠 望着少量的新增用户 团队内部不断地在质疑自己 我们到底行不行 在我们开发最艰难的时期 华为HMS生态 给了我们很多力量 帮助项目顺利推动 华为HMS Core 提供了多种开放能力 帮助我们开发者 大大的缩短的开发中期 于是云记诞生了 后期就是这样产生的 安全的半征楼 接触前年科技 或者新技能 云记开始被越来越多的 用户所远程 还受到了 需要新计划的邀请 我们一起 游戏扰动 交流互动 累计安装量 达到了3前队 通过华为HMS生态 持续优化 来进攻期 HMS Core 所推荐的 VR Engine的能力 让我们对 后区开发 更有信心 我们还接入了 HMS Core 手写笔合 更贴合用户的习惯 还原真实的 手写效果 我们选择在游戏中 追加华为的定位服务 大幅提升了 游戏的互动性 不去为行 让大家 做鸟类的生存现状 去了解 真实的自然 我们非常期待 在未来 可以开发 鸿蒙原生应用 为用户 创造更好的 手写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